轻易服王维一笑为了压制寒毒 竟然抓走了张无忌 却不想维一笑一口下去 发现体内的寒毒不减反增 维一笑把张无忌扔进了万丈深渊 自己则是喝了带有寒毒的鲜血 遭到了极其恐怖的反噬 维一笑本以为必死无疑 幸好被杨潇发现及时相救 杨潇也在唯一笑和五行旗的拥护下 成为了名教的代教主 而杨潇登林教主之位后 发布的第一条命令 就是聚集名教之力剿灭峨眉派 在看掉落悬崖的张无忌 侥幸落在树上大难未死 遇见了一只聪明的小猴子 张无忌带着小猴子探查四周 发现自己落在了一处山谷 山谷四周全是悬崖峭壁 张无忌根本没有办法离开 我张无忌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既来之则安之 自小在冰火岛长大的张无忌 无疑是荒野求生的大师 下水捉鱼钻木取火 穿针引线缝衣物 对张无忌来说都是日常操作 张无忌还找到了丢失的包裹 开始研究起胡青牛留下的医书 以及父母传授给他的武功 张无忌独自待在无名谷中 有时修炼武功强身健体 有时和小猴子打打闹闹 日子过得倒是充实且逍遥 时间过得飞快 张无忌一个猛子扎入水中 带到重新浮上水面 已然变成了成年张无忌 都说受苦受难是小龙 左拥右抱苏有鹏 张无忌的命运即将发生逆转 迎来人生中的第一大机缘 划分两头 汝阳王府招纳能人贤士 福利待遇极为诱人 各地有名的高手纷纷到场 只见一个少女骑着骏马 从远处飞入高台 萨爽英姿让人眼前一亮 她正是汝阳王的女儿赵敏 负责此次王府武士的考核 三招为限 只准受不准攻 万能接我三招者 极为过关 赵敏得到玄冥二老的教导 一剑挥出便有磅礴剑气 威力甚为恐怖 再加上考核者只守不攻 一身功力无法全部发挥 因此赵敏只用了仅仅三招 就将全部考核者打翻在地 最终接下赵敏三招 武器上在还能起身之人 竟然只有区区两人而已 汝阳王剑赵敏表现优异 有女如此十分的高兴 分数通过考验的两人 将自身的全部绝学传授给赵敏 这个小时候打了张无忌三个巴掌的女人 在命运的推动下 将在不久之后与张无忌重逢 画面回到无名鼓 张无忌运起轻功流荡于林间 灵活的样子就像是一只大猴子 谁知张无忌还未来得极高兴 脸色突然变成了铁青色 嘴里喷出白色的雾气 从树上猛地掉落了下去 张无忌体内的玄冥神掌之毒 发作得越来越频繁 不出意外的话 他将会死在这个无名鼓中 然而这天深夜 张无忌被小猴子吵醒 小猴子似乎要带张无忌去什么地方 张无忌闲来无事 拿着火把跟在小猴子的后面 来到了一处隐秘的山洞 山洞之中恶臭扑鼻 张无忌拿着火把上前查看 发现是一具大白猴的尸体 尸体上竟然有缝补过的痕迹 这边有缝补过的痕迹 里面是不是有东西 原来是真晚就害死了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洞之中恶臭扑鼻